就在刚刚,NBA诞生了两条新消息,我是渴望付出再度联手战狂,NBA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准的职业男子篮球商业联盟,想要进入NBA,是每个篮球运动员毕生的梦想,出类八岁,天赋一饼这些词汇, 都是用在形容NBA球员的,最高水准的职业联赛肯定受不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和高强度比赛,伤病就成了每个职业运动员不可抗拒的因素,可以说伤病也是每个运动员职业生涯的一部分,有的人因为伤病早早离开了心爱的赛场,有的人也涅槃重盛,再写辉煌,今天要说的两条新消息是关于两位球星的,他们也都曾遭遇重大伤病, 一人早已归来却又要远走他乡,一人正准备付出归来,消息一,曾经的龙王波时,热火散巨头波时,内线巨兽波时,因为伤病远离了赛场,而今天,突然传来他的消息,可以说是足以让人震犯人心的消息, 根据美国媒体Sideline的报道,前NBA球员克里斯波时,准备向联盟申诉撤回不让他打球的决定,重反NBA,他更加愿意和胡云签订一份一年的合约, 提到洛杉矶就不得不提,他的好兄弟了波浪詹姆斯了,什么?波时想去胡云联手扎黄? 真的不可思议,也太疯狂了吧,看来波时,张黄是要的天使称,是写当年被玩的热火情了,果真是好兄弟好机友呀,念念不忘,一生追随,不知不觉波时已经离开赛场两三年了, 自从,在2016年波时遭遇血明快,宣布无限期休战,再到2017年一份由NBA和球员工会出具的医疗报告显示, 克里斯波时遭遇了终结职业生涯的伤病,这份医疗报告也间接宣布了波时退役,但现了如今,波时突然又要满血复活, 渴望回归赛场无疑于是各天大的好消息,牛逼的波时终于战胜了病魔,祈愿安好,咱们下赛季斯台普斯中心球管剑,有你,有杀狂。 消息二,曾经在新秀赛季在一场比赛里包看55分,一算成名的兰顿·安宁斯,当时可是风头无聊,不过后来的发展江河月下,便也成了出道集巅峰的球员代表。 当然了,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爆炸得分能力,但詹宁斯绝非等闲之北,不过最终还是败给了伤病,只能说伤病猛于苦, 现如今的55分先生也被迫流浪流浪再流浪,真的倍感可惜,就在今天,富兰登詹宁斯的经纪人,Mizko Ravnashvik, 今天在个人推特上透露,詹宁斯新赛季将会前往俄罗斯征战,2008年前往意大利罗马,2018年再次前往欧洲,欢迎来到俄罗斯。 金贝拉·Beska Ravnashvik写道,随后G-E-O-R-O-H-O-O-P-S.N-V-T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 詹宁斯下一站,可能是胜利德保泽尼特队,为了心中的篮球梦想为向李景继续追赎,祝福詹宁斯吧,在新的职业联盟一切安好。